还有以色列最新的消息 以色列总理 把这个请来了中国大使 他说为一个个人请求 什么呢 记不记得 刚开始发生在音乐节的时候 有这位中乙混血的女孩 非常年轻长得很漂亮被挟持 到现在为止没有下落 所以他要转达 请中国大使转达给习近平 拜托这是一个中国母亲的女儿 一个中国女孩 亲自请求你 可不可以把她救回来 当然他只是为这个女孩吗 有没有其他目的 希望中国力量进来吗 还有另外一个 以色列会没钱吗 以色列的财政部算一算 战争花费很大 希望关闭十个政府部门 包括什么地区合作部 情报部 遗产部 把它关一关 不止如此 还要提高所有消费品的增值税 以色列会没钱 然后马上雪中送太吗 英特尔宣布要在以色列 投资这个全世界最大 250亿美元打造一个晶片制造工厂 觉得大陆这一个 它在这边护航已经15周年 这当然是蛮值得纪念 那一方面当然有实际上需求 因为那边就是像刚刚蔡委员讲的 就是那边的这些海盗很猖獗 那很多国家都受害 所以它有必要去 那它为什么愿意花费这么大 绕过半个地球跑去那个地方 其实很简单 因为那个不单纯是护航行动 那其实是个训练行动 因为中国大陆其实 它不像美国 美国在全世界到处发生战争 所以它的实战经验很丰富 中国大陆没有跟其他国家打仗 特别是它海军 它上次海战是中越海战 那已经多久以前的事了 所以它一定要找个机会来训练它自己的部队 不然的话 你光有先进的武器没有实战经验是没有用的 所以它的护航任务你看它是轮流不断的派 它只要新的军舰一出来就把它派到那边去 然后就这样轮寒 这个其实就很像中越战争末期那个两三轮战一样 就是不断的派部队到前线去 让它实际经过磨练再回来 然后再把经验分享给其他的部队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也蛮担心我们台湾的海军 因为我们的海军多久没有实战过 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我们大概唯一有出海的经验大概就是登陆舰队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一个没有经过实战磨练的军队 你很难说它的战力到底如何 所以中国大陆可以从这个地方获得验证 就好像最近不是他们经常把 因为美国它的侦察机或它的战斗机 常做一些抵径侦察这些活动 那现在大陆这边也把它当做一个训练的机会 就是说我赶快紧急升空 然后紧急拦截你 然后彼此之间做这样一个动作 也可以第一个增进了解对方的性能 了解自己的性能 也了解在遇到类似的紧急状况下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应变活动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次为什么特别发布这个除了纪念之外 其实也是回响美国 因为你美国那个红海护航大联盟 现在已经搞得乱七八糟 很多国家都打退堂股 包括法国都说我不要玩 我自己保护自己的国家就好 因为很简单嘛 现在这些会去攻击的 这些团体组织已经呛名了 就是只要你不跟以色列美国站在一起 我就不攻击你 所以一直想把中国拉进这个护航团队 当然中国不要嘛 所以你觉得纳坦雅胡要拜托习近平救这个女孩 我觉得这个是借口而已啦 这个女孩已经被抓了两三个月了 你怎么到现在才想到她 你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之间叫中国大陆 所以讲这个话是想 其实就是要把中国拉进这个烂摊子 要中国大陆一起来解决 要他对哈马斯施压 可是中国大陆也不是带一刮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去介入这种事情 而且我讲讲一个比较那个一点 假设习近平说 那好啊那我派部队去救他 你以色列要让他进去吗 哈哈哈哈 对哈 所以这也不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做法 他美国跟以色列都希望把中国大陆拉进来 强迫中国大陆 为他们的行为背书 那你觉得中国大陆有这么笨吗 我不认为 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有下文 那以色列会没有钱吗 以色列其实他当然不至于到没有钱 乌克兰是没钱啦 对以色列呢 但是纳坦雅胡现在在什么心态 你看他最近突然之间开始公布他们的死亡 死伤人数 他不断的在讲哈马斯多么顽强抵抗 所以他要告诉你什么意思 这个仗不好打 那我们应该要全体以色列国民要团结起来 大家勒紧裤带为国家奋斗 他是不断的要激起强化民族主义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 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人在争执 战争打成这样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人越死越多 然后在国际上博得一个恶民 对未来以色列在国际间的观感是非常糟糕的 那以色列到底能够获得什么 他必须要想办法去说服以色列国民 所以纳坦雅胡一方面在跟哈马斯作战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在 跟他的国民在进行认知作战 这个是很麻烦的 这就是宣传上的一部分 这个地球上还有几场国际的战争 国内的内战 还有些可能的冲突区域 我一并让这个军事专家率将军来讲 当然第一个是俄乌在普丁的部分 26号清晨克里米亚港口 再度遭到乌军的袭击 然后特别是这个俄军的大型登陆舰 据说刚刚到 马上就被这个乌克兰的导弹给摧毁 被斩首 那这个讯息就不是一个宣传 因为俄罗斯也已经承认了 也已经承认舰上至少有上百人 到处都是救护车 他才刚刚到港口卸下伊朗制造的武器 立刻乌克兰的导弹就过来 所以到此刻为止 乌克兰还是有相当大的动能吗 那另一头我们看到地球上另外一个 这个内战的冲突是缅北 这跟中国大陆也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今天很多西方媒体就是登得很大 12月25号在这个媒体上 他说缅甸军政府有一辆中国制造的东风猛式装甲车 被叛军给摧毁 叛军获得越来越多先进的武器 然后日媒很早也说 缅甸少数民族武装也已经说 中国是默认袭击缅军 当然这个角度其实不新鲜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是日媒很喜欢做这种角度 还有一个这个冲突 就是这个中非南海地区 这个中国大陆态度真的超级强硬 从王毅 从毛宁 从人民日报 这个环球时报等等官媒 口径一个比一个强硬 所以孙将军菲律宾总统是放软态度了吗 接受媒体专访 他说人爱交问题 我们菲律宾希望自己解决 这是跟美国讲的吗 不劳你美国麻烦了 我自己解决是不是 当然他国内的这个商业巨子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还是觉得说要回到谈判桌上 好 中国跟我们关系太密切 地球上另外三个冲突的地区 首先我们讲菲律宾好了 他为什么要软化呢 除了他内部商人有压力给他 最主要他是要玩釜底抽薪 中国大陆为什么那么生气呢 因为是你背后美国人在那里搞 对 那中国大陆并不在乎 你菲律宾有多大实力 能搞出多大的火 那问题中国大陆非常清楚 你是搞伊美来谋这个惹势嘛 所以他以后我们自己解决 这句话也说 我不再做美国的马迁驻 我们两个自己商量 但是这个话改变不了什么形式了 因为这个问题牵涉的不是你菲律宾 这一个岛礁的问题 是整个中南半岛南海这些 所有其他伸索国都在看这个例子 如果菲律宾敲诈勒索成功的话 别的国家是不是跟着一起来校游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俄国这个船被打 这代表什么 不是说这个飞弹多厉害的问题 问题是说乌克兰可能获得 美国的跟这个北约的这个情报 一个船很大到伊朗去拉军火 开到这边等于是一路上火车跑一样的 很清楚嘛 卫星监察之下 你在伊朗那个港口上什么东西 要什么时候到达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俄国的反飞弹的这个飞弹 可能部署的不够周延 这个击中它 它当然伤亡很重 因为这里面都是军火弹药 这个以前我们军事上叫做薰爆 就是说你这个炸弹 没有多大的爆炸威力 但是引起其他的爆炸 一起炸的话叫薰爆 这个伤亡这么大 就是因为里面的薰爆 这里面牵涉到 不是乌克兰的飞弹有多厉害 问题是说 北约的情报多清楚 星链有没有参加 我们不知道 所以未来越大的船 对自己的防护力 是一定要加强 因为你太容易形成一个很大的目标 人家很便宜的一个飞弹 干掉你一个航母 怎么得了 它这也是大型的两栖登陆舰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单纯 缅甸呢 这是日本在中间煽火 如果说中国大陆 我们看老街的形势 缅甸政府军政府用的是苏凯飞机去炸 一天炸70多次 对国杆联盟军是形成很大的威胁 中国大陆真的要给先进武器的话 一个S300 你来几架苏凯就会给你干掉了 对不对 那打掉一个这种中国制的东盟 东什么 什么卫士 东方卫士 东风猛士 东方猛士 这种甲车的装甲是很薄的 任何一个邮局队的一个 APC 那个反装甲的小火箭 都可以干掉 台湾的3.5火箭 这个也可以干掉 不难 所以用这一个甲车被击毁 来影射中国大陆给先进的武器 其实我们在影片上看 国杆同盟军用的都是最基础的 AK步枪或者是手榴弹火箭筒 是日本想要影射 当然国杆同盟军的军火库 可能是北方大国 他们讲的 就是中国吧 但是我没看到什么先进武器 有先进武器 免军的装甲车 跟苏凯飞机 都不敢过来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虫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